香港ProBite的負責人 香港ProBite的負責人 大家好 我是Joe 我是香港ProBite的負責人 今天我就很開心 我們這個weekend可以來到紹興賽車場 搞一個這個 從未試過的賽車和單車 一起的聯歡日 如果我們在這個賽車場 這個weekend 我們剛剛試完車 大概2.8公里 我們覺得是絕對很適合 單車一在這個賽車場來比賽 很厲害 這個賽車場好玩的地方 除了一兩條大直路 還有很多S1 如果對我們踩單車的車手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所以 經過我們這個weekend 還有幾個特別專業的車手 他們都一次贊成 就是說這裡是可以搞單車賽事的 我們有兩個車手 在這個大直路 看台大直路 可以以時速62公里 來沖這條直路 可想而知 這條直路 是多適合我們踩單車之用 簡直可以比美 就是橫置或橫發的 有一些大直路 就是衝線回來 所以在這裡 我很感謝TW Motorsport 給我們這個機會 我們一起去做這個event 多謝Tony 以及多謝大會所有的人士 今天是第一天的 TW Motorsport and Cycling Day 大家看到我為什麼坐輪椅這麼特別呢 其實我之前上來Track Day 之前是受了傷 因為跟賽車拍照出落得太多 幸好針灸了幾次之後 尚算可以還可以走 不過現在實在太累了 在這裡跟大家看看 阿攝忌哥哥看一看周邊的環境 其實今天我們賽車場上 起碼有8-5人在這裡 而車種都超過50部車 而車主都剛剛完成這個 內力賽的測試 晚一點就會有一個資料公佈 看看哪輛車可以跑頭位出車 今天天氣都算不錯 雖然又不是太大風 但是最重要不要熱 那車就比較耐閒一點 那我再跟大家講述其他的賽事 多謝 我們2012年的TW Motor Sport Day 總共分了有六組 有Supercar組 Lotus European Performance 日本製作品 我都不允許大家 以下的時間去欣賞這個精華片段 我們下明天到 我們下明天到處 我們下明天到處 到處 今次在TW Motorsport的event 之中 除了玩大車之外 大家連遙控的小車都可以玩 你說是否很有gaming呢?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Let's G-50 便噹 B-50 いや 恐龍競馬 Z機 sales 前奧 TW DU DEM swee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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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